同志们不是A股不想整 而是现在有三座大山压在头上 就算他想上天也没这个能力 首先第一座大山就是现在全社会消费医院地名 说了通俗点就是大家都不想花钱 人人都在省钱 那带来的经济循环自然是负面的 有一个最新数据 刚刚过去的端午节 全国旅游收入仅有2019年的74.8% 而且这已经是连续8个假期旅游收入低于2019年同期 可能有人要说了 旅游太贵天气太热不想出门 那好看电影这种20块左右的小消费 大家的意愿也不强 还是端午节全国的电影票房十分尴尬地 创下了近6年的新低 可能有人要问了 我就不花钱我就不消费 这跟股市有啥关系 那我只能说天真 经济学的第一堂课就是拉动经济的三架马创 分别是消费出口 还有投资 就在刚刚国家最新公布了5月份全国社会消费数据 更加证明了恩哥的判断 大家的消费明显不及预期 再加上现在还有第二座大山 那就是股市里的主力板块 股市实在是太高 就拿我自己举例 恩哥的自选名单里面 今天跌的最惨的几家公司 市盈率分别是107 103 61 117 你看看消费低迷的同时 又碰上了史诗级的高股市 等于说现在的基本面被高估 未来的业绩预期也出现了压力 两面不讨好 那你说作为经济曲表的股市 它该不该回调 再说今晚第三座大山 美联储利率决议 虽然截止目前老美都还没有示范出任何提前加息信号 但是华尔街上已经有不少金融机构提前准备给自己挖出避风港 来迎接今晚的风暴 所以同志们 三座大山压顶市场的紧张情绪 焦虑群绪全都被集中在了今天 集体释放 但我也想提醒各位 在一片悲观之中 市场里的资金很明显 在朝低挖处更便宜的资产汇聚 就比如 恩哥最近反复提到的银行板块 在今天武剑时分 甚至一度出现了38家公司37红一瓶的盛况 机会都在细微处 在一些行业瞬机而涮的时候 背影处也有力量暗中生长 正所谓三座大山奇亚顶市场美梦突进行 想问幸福在哪里 只得翻山 在月灵